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討論的是政治學的時事分析 因為國際上的COVID-19 一直威脅著國際的社會以及安全 所以剛好政治學裡面 一個人類安全的架構概念 那他剛好就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 很重要的人群的安全思維 所以因此就是剛好時事再搭配到我們的政治學理論 所以我們就來以這個時事的問題來做討論 那這是我們的標題 那我們的標題大綱就是有所謂的前沿 然後還有所謂的安全環境的轉換 那其實也就是說在討論就是說 安全他們是怎麼樣建構的 怎麼樣的以前早期是怎麼樣 現在是怎麼樣 那再來人類安全的概念 那人類安全的概念的話就是說 因為早期是因為國家安全就是人民安全 可是現在的話就已經轉變變成就是說以人為主了 所以第四個的話就是說人類安全的要素 就是在討論就是說我們怎麼去定義 定義威脅啊定義安全啊 然後就是說因為以人權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考量到人類的安全 那再來第五個的話就是人類安全的政策架構 我們可以從圖裡面可以看得到左手邊 在早期的時候人類安全的話 傳統的安全就是那種軍事領域的安全 那也就是國家的安全為主 那現在非傳統安全的話就是因為氣候變遷 像極端氣候會造成的天災人禍 所以國家有那個義務必須要幫助人民活下來 然後還有貧窮的問題啊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也有規定到就是說人有生存的受益權 所以因此就是說如果你貧窮 然後甚至就是活不下去了 那政府是有責任必須要幫你的 那你們就會思考到一個問題啊 為什麼政府必須要幫我們啊 為什麼他有這個義務啊 這個就要回歸到我們一個最原始的概念 那也就是社會契約論 也就是政府的權力都是來自於人民的授權 所以因此他是責無旁貸的 那再來的話還有我們的經濟發展 因為經濟如果你發展不了的話 那其實就會就是說怎麼樣 人民就會失業 那人民失業的話就會貧窮 貧窮就無法生存下去了 所以因此你就會發現就是這一次的COVID-19 那就一直一直影響了全世界的一個經濟發展了 所以其實是蠻嚴重的一個問題 除了人的生命以外呢 那還有經濟的問題了 那再來的話呢 疾病問題 疾病問題就是像這一次COVID-19是非常明顯的啦 所以因此我們回歸人類安全的目標 其實最簡單的 你用人的角度來思考就可以了 因為人權觀念的高漲之後 所以使得啊 我們人類安全的目標就是要保護人類 使他免於那個侵害跟恐懼 這一種安全 所以因此也就是說 我們以人為主的來討論啦 好再來 那人類的不安全感的話呢 在古老而持久的就是那種饑荒啊 戰爭啊 洪水啊 那野生動物的威脅啊 還有乾旱還有文藝等等的 那而然而呢 在今日啊 或者是說前所未有的 可能就是像金融危機 我們之前就看到那個雷曼兄弟的金融危機啊 那暴力衝突的話 這是常常在發生的啊 因為例如說像以色列 以色列他的建國 那常常跟阿拉伯世界的衝突 所以這是常常發生的 那還有那個印度跟中國的邊界的衝突 那甚至還有那個北韓跟日本的衝突 等等之類的這些衝突 都是讓現在人類感到不安的 那艾滋病就是因為早期都治不好 只是說現在是可以治得好 但是你是誰有那麼多錢可以去治療呢 再來的話恐怖主義的侵襲的話 就是最早期的就是911嘛 我們最有名的就是那個 美國雙子星大廈被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主義 激進主義者把他給撞毀了 那造成了非常多的食傷 這是美國本土安全遭受到清洗的 所以因此他們當時才會打出反恐啊 那再來還有缺水 雖然地球它全球的水佔了97% 可是當然是無法直接取用的水 叫做海水 那海水這些無法直接取用 竟然佔了97% 可是真正能夠提供人類使用的 差不多只有1% 甚至不到1% 那所以因此就是說 這一種缺水的安全是很嚴重的 那再來長期貧困啊 就是像我們有說過 自從資本主義誕生之後 這種長期貧困就造成了人類非常嚴重的威脅 因為早期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那個什麼 如果我們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們頂多就會去打打獵啊 頂多去怎樣捕捕魚啊 頂多去拆拆股食啊 但是現在根本沒辦法讓你拆拆股食啊 為什麼 因為那個什麼 因為那些土地很多地方全部都已經被買收了 然後再來就是地震 地震到現在都還是無法解決的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然後呢還有 削弱醫療保健投資的政策 因為國家沒有錢了 當然就是會去削減一些社會福利制度 像這次美國大選 大家可能要去注意一下美國大選 美國大選的話 因為這一次那個川普的話 因為他經濟能夠大幅成長 都是因為他去削弱那些社會保險 所以讓那些資本家能夠有更多的資金 然後再投資國家 那等等之類的 所以因此你就會發現 只要是共和黨上來的話 他是一個比較保守派的 那也就是所謂的什麼資本主義派 所以因此就是說 在削弱醫療保健投資的政策 會提出非常的多 那再來的話就污染啊 我們都知道污染的話 就是環境污染啊 那環境污染的話 像我們早期都沒有這種概念啊 如果在座各位 如果去過中國大陸都知道 他們幾乎把那個什麼 髒的東西啊都認為 反正只要不在我的眼前 只要不在我家裡面都OK 所以他們都會直接把它丟到海水裡面去 或河川裡面去 可是問題是他們沒有那一種概念 就是說 其實那些河川的一些生物啊 他們又把它拿來吃 那這樣子不是要中標了嗎 這都是那個什麼 現金啊 就是說當今啊 目前啊很難 就是說很難去預知的啦 所以這些東西都造成人類的不安全感 好OK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人類安全這裡啦 那人類安全的話 就是說在國際之間呢 他當然就是有所謂的什麼 一個新的概念啊 那這裡有說到哪七個新的概念呢 這裡有說到聯合國 他認為就是說人類安全啊 進程最大的動機 動力機關就是有政治安全 然後呢社群安全 人生安全 環境安全 健康安全 糧食安全 以及經濟安全等等的 那其實這些安全的話 都是在於冷戰結束之後 全球化的一個概念而提出來的 所以他不僅僅只是把它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已 同學什麼是抽象 像例如說我們有說到就是說 那個什麼叫愛 愛就是一種抽象 什麼叫恨 恨就是一種抽象 所以因此就是說 他本來是一種 人類沒有辦法去touch到的一個感 就是一種心理感受 或者是說恐慌 那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把它具體化 然後發現就是說 原來這些恐慌是來自於 這七大具體的問題 那所以因此他就從這七大具體的問題 然後來解決 所以也就是說 使得指導行動的概念化了 就是把它更實體化了 OK 好再來的話 人類安全的定義 因為如果我們不把安全定義出來的話 所以就很容易就是說 限於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都討論 什麼東西都討論 結果最後什麼東西都沒辦法實現 這就是很大的缺點 那如果就是說 只要是任何的科學 任何的學科都必須要去把它定義出來 什麼是人類安全呢 那他就是指的就是政府機關提供了故意的保障 什麼是故意的就是主動的 他一定要去保障你幹嘛 減少人們的損失 但是被保護者就像例如我們 也必須要能夠分辨什麼叫做危機 什麼叫做危險 例如說颱風天了你還去釣魚 颱風天了你還去爬山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像人家所說的 你想死 那人家也沒辦法 就隨時隨刻在你身邊保護你 知道意思嗎 就是這一種很麻煩的地方 所以因此就是說 被保護者他自己也要這種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就可以讓你把傷害降到最低 好OK 所以因此呢 保障的話就是人身安全是故意保護的 簡單說就是政府故意去保護你的 然後這樣子叫做保障 好 在威脅發生之前或我發生的時候呢 確認威脅啦 那識別的威脅之後呢 就是尋求預防威脅 還有把它實踐了 那減輕最後有害影響 或者說幫助受害者應對 也就是說如果真的發生了 發生了的話呢 就是說盡量避免它的那個什麼 影響造成的後果 然後也還有一種就是說 讓受害者能夠持續繼續生存下去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啦 那其實這句話就隱藏了一件事情了 我們可以做預防性的逮捕嗎 這是不行的 這是違反人權的 例如說啊我們懷疑他可能會 會是個變態 所以我們就提早把它怎樣逮捕了 這就不對了 來再看一下 那尊重的話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類安全 我們常說人類一出生就有基本人權 然後人類的行為文化都應該要彼此的尊重 這是什麼意思呢 同學假設我們都用一種優越者的心態 然後去看人家的所作所為的行為 那可能我們就會看不習慣 那甚至會瞧不起 那瞧不起的時候 其實就會多多少少的時候 會去戲虐人家、戲弄人家 那其實你想看 這樣子不尊重人家的話 你也是造成人家的威脅啦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他基本的人權的話 就是至關重要的核心啦 就是人類生命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核心啦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保護人類安全的戰略方法 就是保障啦 就是保障啦 那例如說什麼 讓那種生產抗震的建築呢 也簡單說就是說 讓那種建築物有那種防地震的方法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提前採取對策 提前採取對策 另外一種是預警系統啦 所以因此就是說 這三種類的話 其實是我們所說的保障 可是問題是 其實都有它的困難度 都有困難度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下面這裡 這裡有說到保障 人身安全是故意保護的 我們剛剛已經有說過了 所以其實它就是說 希望能夠在發生之前 或發生的時候 來確認這些威脅啦 所以因此呢 我們來看一下右手邊 通過以下的方式來提供 或者是說促進人的安全 第一種的話就是識別 我們就要去認別一下就是說 這是關鍵性的普遍威脅 那還是怎麼樣的威脅呢 還是它並未能夠造成威脅 再來的話就是預防 以免發生風險 那另外一種是疏解 若發生風險的話 就是說讓那個損害變成是有限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受害者去應對 然後再來的話 有尊嚴的 並且維持生機的 尊重人類安全等等的 所以因此就是說 我們要透過識別啊 預防啊 疏解啊 應對啊 然後還有尊嚴的 然後還有尊重的 這樣子的方法 那這些方法的話就是說 可以預測那種所謂的什麼 那種威脅啊 然後讓它減少了它的副作用 好接下來第二章的話就是 安全環境的轉換 那安全環境的轉換的話 我們就是有所謂的 那個因為威脅再加上 為了要人類安全 而提供更多的動力 所以導致就是說怎樣 應對威脅的機會就提升了 所以簡單說就是說 人類啊 他們為了要對抗這一種威脅 所以我們必須要趕快怎樣 做出應對 做出應對 那我們在做出應對的時候 就是藉由所謂分析經驗啊 然後還有制度 然後來 來那個什麼 建構這種環境氛圍啦 例如說 這裡有說到就是說怎樣 技術跟政治的變化 增加了有效協調的可能性 因為現在科技也變化了 現在我們政府啊 國家安全啊 他現在都是用衛星即時定位 然後看那一種就是說 怎樣土石流的問題 還有地層變動的現象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你看早期 早期沒有這種技術的時候 所以政府是 通常都是發生災難之後 才開始解決問題 可是呢 現在都可以變成說 即早發現了 那政府就可以直接應對了 直接測村啊 或怎樣 或者說水量已經到達多少了 趕快山上測村 就類似這樣子 所以這裡就有說到就是說 那個解科學進步啊 不斷的擴大知識那種基礎啊 然後還有解安全的那個威脅 所需的資源 已經部分提供了 就是讓那些資源能夠 就是說怎樣 一直提供下去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讓安全 更加不受威脅啦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變更後的安全環境的話 一開始我們先看經驗 經驗上面這裡啊 對安全威脅或潛在威脅的描述 就是經驗描述 那也就是說 我們去觀察了那個東西之後 它的變化 那我們再來描述出來 那我們就要開始衡量 這個威脅的大小和深度 評估它的嚴重性 或者說它的普遍性 然後也會知出安全威脅的狀態 什麼意思呢 像例如說我們的2019年 年底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發現到 就是說中國大陸有那一種 就是說無法評估的 就傳染性極強的那一種肺炎 所以因此他們當時就趕快 怎麼樣開始評估 評估好了之後呢 就寫出描述 然後就開始做出了什麼重要的決定啊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是先看到那些情況之後 先藉由以前傳統的SARS的經驗 然後就開始進行左下角的分析了 所以它分析的話 就針對明顯改變的安全環境 然後定性 它又會說電量的分析 因為就發現就是說 這個是會傳染的喔 然後找出它因果關係 它是非目傳染的 還是什麼口目傳染的 還是什麼傳染的 所以因此因果關係分析之後 然後就決定說 我們要怎樣戴口罩 但是因為當時就評估了口罩不足 所以因此就說怎樣 限制口罩出口 然後後來呢 積極的怎樣請研究團隊 然後一起怎樣 一起製造出來 所以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你經驗看到了 那你就要開始分析 分析完了之後 就制定出制度 制定出什麼制度 制定出像例如說 我們公計居就趕快集結 然後也趕快評估 能夠兩個禮拜之後 就可以開始大量生產 組裝起來就開始大量生產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先讓那個 再用那個配給制度 就是說那個什麼 今天單號明天雙號 然後都可以去那個什麼 藥局買口罩 那讓那個真的有需要用到的人 都可以拿得到口罩 然後這樣子的話 才避免被囤積等等之類的 所以就發現 就是說 哇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 光這個COVID-19 它就是藉由我們以前SARS的經驗 然後呢 趕快評估 原來是口罩的 那我們趕快制定出口罩制度 所以 這也就是當時台經驗 非常稱讚的一個地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是第三章 人類安全的概念 歷史背景跟最近的解釋 來 1994年的時候呢 人類發展報告書裡面 以及隨後的那個聯合國的文件 它就有說到 現在看一下右手邊 為和平而戰 就必須要在兩個方面來進行 所以說 如果為了要保持世界和平的話 就是要兩個方面來進行 第一個就是 安全戰線 安全戰線的話 就是發生 發生戰爭的時候呢 就要趕快去怎樣 去壓制下來 所以就是免於暴力的恐懼 第二種的話 就是經濟跟社會的戰線 使得全球都沒有匱乏 強調人的安全以及武器是無關的 而是 人與人的生命跟尊嚴有關的 那它有四個基本特徵 第一個的話就是 人類的安全是普遍關注的問題 那與富裕國家跟窮國當中呢 所有人息息相關的 你有沒有發現 這次COVID-19 就真的是印證了這件事情 因為這一種傳染病 只要是人類都會中標 只要是人類都會中標 那所以因此 不管是窮國跟富國 你都會遇到的 好啦 那你就會發現 現在是一個地球村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相互依存的 好啦 那所以因此 如果透過早期的預防 比事後的進行干預是比較好的 像我們台灣就比較Lucky了 我們台灣就趕快怎樣封鎖 然後呢 而且嚴格的怎樣管控口罩 然後呢 就 然後呢 還怎樣逼迫大家都要怎樣進行戴口罩 然後而且還體溫檢測 所以因此你看 早期預防 可是呢 美國的話 它是完全不相信 完全覺得就是說 直接相信那個 那個WHO 世界衛生組織 那結果就是說怎樣 它竟然就爆發了 那一發不可收拾之後 就開始進行事後的干預 然後就開始 全部的人都普測 那普測之後 就測出來 哇幾千萬人 真的實在是有夠恐怖了 就千萬人的 破千萬人的中標數 那死亡率 死亡也到達了什麼 到達23萬24萬 實在是很可怕的一個疫情 那 所以你看啊 如果 他們也學我們台灣的話 那它當初早就已經預防好了 所以簡單說 上游威脅的成本 如果你把它控制住了 這一定是低於下游的 也就是低於爆發的疑惑 那第四點的話 人的安全能 以人為本 我們要如何生活 如何呼吸 就是讓人活下去 所以1994年的時候 計畫書的報告 將人類安全定義為 免於飢餓疾病 以及壓抑 壓制慢性危險安全 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保護人類 免於日常生活的突然 還有傷害性的迫害等等的 好 再來 那羅斯柴爾德呢 他就是用歷史聯繫跟預期問題 來討論 他說 在歷史上他定位了 人類的安全 跟相關方法 然後也提出了 令人身形的一個方法 來四個方面 擴展之前的國家安全的概念 他就是說 從國家安全到團體 還有個人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 早期的時候 國家安全 就是國家 以軍事為安全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但是呢 他現在已經擴展到 哪個利益團體 哪個公益團體 哪個人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國家安全到 國際體系 以及超國家自然環境的安全 就是說 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問題 而且超越國家自然環境的安全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從水平擴展到相關安全性 所以就是 像假設這樣子好了 COVID-19爆發之後 它間接影響的是什麼 讓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所以這個就是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有那個 那個人類的交易 交易危機 也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說 疫情結束了之後 結果大家彼此失去了朋友 都有可能 OK 那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說 因為COVID-19 使得 對國家的 跟世界各國都封鎖了 那所以因此 導致的旅遊業 破產或倒閉 然後或者是說 使得店家也倒閉 因為都沒辦法經營 然後餐廳也全部都倒閉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它牽扯的經濟層面非常的廣 所以它 並不只是一個衛生福利部的問題 它也是一個經濟部的問題 所以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經濟部 他們會必須要 做出發那個什麼 三倍券的一個概念 那 日本的話 它是直接發現金 美國也是直接發現金 結果發現了什麼事情 他們竟然沒有去消費 他們把錢存起來了 存起來之後 結果造成了什麼東西 坊間的熱錢不足 所以也因此投資不足 那所以因此就 一大堆倒閉 經濟大衰退 所以這也是 川普他那時候也是十六位期的 然後還有日本的安倍晉三年十六位期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確保安全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安全的政治責任的話 就一直把它擴展 就是已經一直擴展出去了 所以就是說政府 政府則無旁貸 那下面的話 這個 Kina Mary Thomas Hamperson 以及Lenning And Aria 那這裡的話就指出什麼東西呢 不論是戰爭還是金融危機等等的 都是結構性的造成的 那他們都應該要集中注意力在人的安全 人的安全 那免受我需求以及我脆弱性方面的自由等等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Lonardo Palace Lonardo Palace的話他就有說到就是說 安全威脅根源是什麼 像軍事 軍事的話他的狀態的話就是國家安全 那也是安全研究傳統現實主義方法 簡單的時候就是傳統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就軍事安全 那在軍事跟社會團體的話他就是州內的安全 也就是避免內戰 這是因為他是美國學者 所以就是強調那種內戰還有種族衝突 那如果在台灣的話 就是避免藍綠惡鬥 這是一個概念 那但是我們是沒有開槍的 我們是沒有彼此槍斜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軍事跟非軍事兩者兼有的話 所以我們必須要重新定義安全性 然後還有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因此就是說 安全威脅的根源就是 早期的話是對於國家 對於各個縣市州 那今日的話就是對於個人 人身安全 好再來 國際干預和國際主權委員會 這就是最麻煩的地方了 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的人權 遭受到迫害的時候 那一個國家有權去干涉它嗎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過 聯合國強調是人類的安全 那人類的安全的話就是說 如果像新疆他們的人民發生了一些人權的迫害 然後或者說以色列去迫害阿拉伯人 也是有的喔 因為他們只要看到 懷疑那個阿拉伯人身上 他可以去怎樣把他抓起來 甚至怎樣去 甚至把他衣服脫光光 這些都是違反人權的 那如果國際人權組織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要介入的時候怎麼辦 那他這樣子是不是 是不是侵犯了一個國家的一個 侵犯了國家的一個主權 那可是問題是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因為聯合國他就已經把這個人權變成一個國際法 跟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要素 所以因此就是說使得這些人權組織 他去干涉你國家的人民的安全的時候 是有法源依據的 那但是相對的還是有這個問題啦 就是說到底這樣子算不算干涉內政 如果一地求村的概念來思考的話是沒有的 好再看世界銀行以及窮人資深 那先看一下那個世界銀行 世界銀行就是說 他會主動提供一大堆的經濟援助 或經濟的貸款 所以因此他也會去注意到什麼 不同領域的一個融合 像例如說評估一下風險還有脆弱性 所以評估了你們國家的這些東西之後 決定要不要放款 然後再來的話還有風險管理的策略 對就是當然就是先預防 那預防就預防 然後不能的話就疏解 那如果爆發了之後就給他應對 好那再來從單個家庭到國際社會還有地球的話 來識別不同策略的研究 所以簡單說就是說 從個人到家庭 然後到社會到地球 因為地球村嘛 COVID-19就是這樣子 COVID-19的話呢 他是假設把你個人隔離了 那隔離了之後呢 那你要怎麼跟家庭的人生活在一起 然後呢 結果後來的話就是說 家庭再把它擴張到 如果你要去學校 你要去公司 那你是不是也要去評估 那再來的話還有就是說怎樣 整個國家跟國家 然後變成了一個地球 泡泡 泡泡旅遊 這是最近一直在推的 就是 帛琉他們也是沒有 沒有那個 那個什麼COVID-19流傳的盛行 那台灣的話也是沒有 那現在這兩個國家就在談論說 我們可不可以 讓旅遊業彼此互通有 那這樣子變成泡泡的一個什麼 旅遊團 那現在日本昨天的新聞都已經告訴我們就是說 那個什麼 不需要 就不需要那個 台灣人去日本不需要檢測了 就是類似這樣子 好 再來的話 因此呢 他們強調是貧困衝突的連關性跟相關性 簡單說就是說 那個世界銀行的話 他強調就是說我貸款給你 就是能夠避免那一種 貧困然後帶來的一些衝突 好 那但是呢批判的聲音還是有的 為什麼 因為人類的安全的定義範圍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使得利益團體啊 在競選的時候 他常常可以用一些詭辯的說 有啊有啊 我有實踐的啊 那如果你們最近有去看川普的一些訪問的時候 我是覺得他的訪問內容是 其實是有一些硬拗的啦 那這裡就是 你看喔 人類的安全的定義很模糊 所以因此 人家問他說 可是現在失業人口一直在攀升耶 因為COVID-19造成失業人口一直攀升 那他怎麼回答 我過去創造一千一百萬個工作機會 所以人家是在跟他說現在攀升 然後他說我創造一千一百萬的工作機會 所以他就是用這樣子的方法 然後來規避說 因為我已經完成我的政策了 然後再來的話 發現呢 人類的安全出現的不連關係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像假設突然間這個城市非常的嚴重 那就是說他疫情爆發非常嚴重 所以馬上把這個城封閉了 好啦結果後來你發現你的配套措施都沒有做 例如說這個城封閉了 裡面有幾千萬人 有幾千萬人 那幾千萬人你都沒有去 去好好的去怎樣管制他的話 那他是不是就是說怎樣 裡面的人他也要生活啊 沒有病的人他也要吃飯啊 知道意思嗎 所以配套來不及啊 那裡面的人如果他不是 他不是那個COVID-19 他只是小感冒 那這樣子要怎麼樣去救他等等的 那甚至還有什麼 還有慢性病的老爺爺老太太 他們要怎麼處理呢 所以就是說因為人類安全出現的 那種套藥式的那種制定方法 所以因此導致配套常常是來不及的 好再來的話就是說 因為任意性預測性以及威脅性 以及威脅性發生的可能性啊 隨時的就是說選擇標準 常常出現任意性啊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說我們就隨時發生什麼狀況 我們就隨時怎樣處理這樣子啊 所以因此就會甚至會響應責任的利益者的選擇 也就是說那個可能政治人物精英政治人物啊 他就發現就是說 誒這一次COVID-19 他是需要口罩 那我就趕快怎樣 趕快囤積口罩 那甚至就是說怎樣 COVID-19真是需要疫苗 那我們就趕快去進口疫苗 所以講得很好聽說是為了人類為了人民 可是其實他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然後來選擇的 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會變成有一個 人家所說的發那個救難財 好 第四張人類安全的要素 來 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共識啊 因為到底共識有了安全的共識 那人類的安全就受到保障了嗎 未必喔 因為其實你可以去看一下世界人權組織 不是世界人權組織 就是聯合國的人權組織 人權大會裡面竟然一大堆 他們的國家的人是沒有人權的 好 然後但是問題是世界人權大會的話 他是強調就是說怎樣 人權 人類安全 哇 那可蘇尼是都是由這些人在掌控的 那 大家都有共識喔 可是他就不作為啊 那有用嗎 知道意思吧 好 再來命名威脅啊 我們要如何去定義威脅 很簡單啊 就是說到底 到底怎麼樣才叫做威脅 他說這裡有說到 足以構成安全威脅的威脅 是促使了國家安全議程的擴大 然後但是為指定關鍵領域啊 那識別威脅的基本依據 所以簡單說就是說 我們啊 一開始就必須要先去定義威脅 不然的話 什麼事情都要管 什麼事情都要做的話 那這樣子根本 經費有限 人力有限 根本做不完啊 好 在烏爾曼的話 對國家威脅的安全定義的話 希望喔 在短時間 就是他定義是這樣子 在短時間之內 嚴重威脅國家居民的生活質量 的行動 或一系列事件 我們都可以稱它為威脅 像例如說 突然間大雨 然後呢 就淹水了 然後突然間的怎樣 那個大停電 大停電的情況之下 而且是醫院的大停電好了 那醫院的大停電的話 是不是造成了醫院的一些 需要開刀的啊 假設裡面的那個供電系統又壞掉 就是就是暫時供電 備份供電系統又壞掉 那這個就是威脅了 好 那再來的話 嚴重威脅縮小啊 政府可用的政策 就會怎麼樣 選 就是說 嚴重威脅 它縮小的政府可用的政策 選擇範圍啊 簡單說就是說 哇 因為時間太短了 而且也 也突然間就是說 威脅來了 所以因此它沒辦法去處理啊 就類似這樣子啊 好 接下來再看一下人類的那個什麼 安全源自於人類 所以應該是要確保這個 至關重要的核心 什麼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人類安全最重要就是在於 人權跟人類啊 那表示說生存生計啊 還有尊嚴有關的功能啊 最低限度或者說基本啊 或者說基本功能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保護的 所以自立於保護人類安全的機構 雖然無法保護人類各項方面 但是它至少要保護你 讓你能夠生存下去啊 所以人類安全最重要的要素就是 人權就是基礎啊 知道意思嗎 所以人一定要活下去 這就是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一個國際組織必須要保障你的 就是聯合國嘛 好OK 那是否僅限於身體安全或身體 你完整性啊 尊嚴啊 政治生意啊 或者生機方面 所以這些問題就會慢慢出現了 所謂程序性問題 到底是先讓你免於受害呢 還是讓你能夠活下去呢 還是讓你免於受傷呢 還是要保障你個人的尊嚴呢 所以這些都是那一種 就是說怎樣 程序的一個問題 先後順序的一個問題 如果先後順序沒有掌控的話 就會有問題啦 好 所以最後 最後就要思考一個問題啦 就是 以人為中心 而非以威脅為中心 所以並不是說 要去抓那些 看起來可能會造成人家威脅的人 你這樣子一做的話 可能也會侵害到他的人權 好 再來 他說啊 那個 生存呢 是不可分割的一個價值 免於匱乏的自由 跟免於恐懼的自由 然後團結的免於 找死的自由 所以簡單說就是生存權啦 所以 人類啊 最重要的是在於 就是說怎樣 能夠讓你 安全的活下去 然後避免就是說怎樣 過早死亡 那 各位同學 這個概念其實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齁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國家螺絲釘 那 你千萬不能夠輕易的就是說 啊 就讓你死掉啊 因為要把你養活 養大到能夠上正常 至少要16年吧 1到16歲啊 那如果要把你養大到能夠獨立賺錢的話 可能也要1515年啊 那如果要把你養大到能夠去消費至少要8年吧 所以像看剛剛講到那些東西 都都是會創造國家資產的 像經濟成長啊 然後呢 保護國家的力量啊 然後呢 還有就是說 那個國家的人才啊 等等的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 要避免過早死亡 如果避免了你們過早死亡的話 那你就避免國家的那個什麼 人才的損失 資源的損失啊 好再來 那人類安全如何啊 與現有的機關還有組織有關 那如何確定呢 必須建立什麼樣的體制結構 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機構可以採取兩種廣泛的方法 來保障人類安全 第一種的話就是人類安全直接提供 就是政府有責任啊 和權利呢 為公民提供人身安全 還有 本地還有國際代理商也都會必須 承擔這種特定的責任 好 所以因此就是說 欸 必須你 政府沒辦法保障你 人民的安全的時候 這政府也不需要存在 這句話是誰講的 這句話就是培根講 就是培根講的 那培根的話 他就是認為人一出生 就用生命自由財產 如果人類政府 政府無法保障人民的這種 基本 自由權的話 基本的生存權的話 那這個政府就不需要存在了 好 再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我給你安全 但是我也要給你尊重 知道意思嗎 當然無論主要目標是什麼 所有的行為者 無論是機關還是個人 都必須要確定其行為 不會在可預見的情況之下 威脅到人類的安全 那尊重人類安全呢 需要進行研究或調查 或是主動或被主動呢 是需要時間跟支援的 確保尊重人的安全 可能要正式或非正式的 機制 什麼意思呢 因為像如果我們全部都講求人權 那個個資法 那可能有時候因為你生病了 然後我們也沒有病毒株 那是不是有時候 你又昏迷狀態 那我們是不是直接採檢 這也就是一個非正式的一個 執法機制 知道齁 所以哪個機構有權提供安全 像例如說外部啊 或者說國際產業者 他都必須要這樣子來參與 好 人的安全跟政策架構 國家安全跟人類安全之間的 建構差異的話是在於人口 國家機關對於公民的責任 還有對於整個國際人口的責任 是不同的 保護他人的人類安全 加強民族人口的安全 是成本是比較低的 什麼意思呢 因為只要你的人口安全了 那你保護他人 還有保護自己族人的那一種 安全的話 那是不是也會造成了外部的效益 那外部效益的話 他就會抵過了所謂 他產生出來的外部成本 所以因此就是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就是說 人口就變成你的紅利了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好啦 所以因此就是說 那個關鍵差異的話 是在於人口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目標的差異的話 是在於外交政策 最大化國家的權力呢 為了要外交政策的一個目標 也就是說 簡單說 就是說 我們的國家的權力越大 那他是不是可以做的事情就越多 那事情做的越多的話 他是不是就可以怎麼樣 他就可以 感覺好像就可以保障人民 就越多了 可是你看喔 國家安全也基本上關係到 國家之間的權力的相對分配 以及領土的完整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已經 如果政府的權力越大 那他就可以做出了更多的決策 那更多的決策的話呢 他在外交場域上面的時候 就更有權勢 那更有權勢的話 就可以避免 國家跟國家之間 被人家銷弱了 被人家侵略了等等 好啦所以國家安全 與人類安全相互競爭 意見分歧有關干預 或者說責任的主權 那也就是說 其實到底是人權重要 還是國家安全重要 我想 這是兩者都重要的 兩者都重要的 好再來 所以呢 他是個基本觀點 就是以人為本 而且多部門 因為 因為不只是人身安全而已 其實經濟層面 教育的 然後還有知識層面 然後還有交易的層面 還有心理層面 等等的這些都是有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為任何社會當中的人類 成就提供了 廣泛的前景的長期目標 所以就是說 大家為了人類的安全 就一直一直在研究 一直在往前 往前部署 像這次COVID-19 已經讓大家學習到了 就是說最好出門的時候 都在人口多的地方 全部都戴口罩 那結果這些這樣子 那一種就是說 怎樣 戴口罩的方式 想不到也讓我們的 那個什麼 醫院的人數 看那種感冒的人數 揍緊了非常多 好啦 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結局 長期貧困的問題 因為貧困的話 如果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其實會造成 一個國家的一個什麼 社會成本 外部成本 那一樣 如果地球 它的貧困問題 還是無法解決的話 那其實就會造成 就是說怎樣 國家的動盪 那國家動盪的話 就會發生戰爭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 在人類的安全 以及人類發展之間 也有一些差異 像概念範圍裡面的話 就是說人類安全比較窄 最嚴格規劃界限性質 那再來的話 預防的重點的話 是人類安全相對比較多 那致力於那種 直接應對或暴力或經濟衰退等危險 其實這個就是在講多面向 多面向 然後再來的話 時間 人類安全相對比較短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人類本來就是生存比較短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你遇到困難之後 希望能夠讓你趕快恢復 那希望也是時間會比較短 好 再來最後啦 來看一下 人權已經成為國際關係 跟外交政策的一個公認的規範概念 那人類的安全跟人權在動機 還有關注領域之間有著密切的一個聯繫 所以簡單說 人權界項目呢 一部分是圍繞著普遍的基本人權 建立共識還有公共醫事 那人類的安全以及人權 既解決了暴力也解決了貧困 所以這就是大家一個夢想 只要人類安全了 基本上暴力也解決了 貧困也解決了 這就是一個夢想境界啦 然後那人類的安全呢 既可以像人權一樣 要求人類安全的某些要素 同等重要啦 例如說 受酷刑或種族滅絕的自由 以及人類在 婦女在分娩的時候呢 能夠有戴薪假的權利 等等的 這些都是要讓人呢 能夠安心的去治療 然後安心的去怎樣 去完成他的一些事情 然後而且也要避免他們能夠 在被侵犯的時候呢 他們還能夠再站起來 能夠讓他們再站起來 人類的安全跟人權之間 最重要的分歧 就是實施人類安全的手段跟機構啦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說 到底是哪個機構來執行呢 像是衛福部嗎 還是經濟部 還是能源發展局 還是國發局等等的 總結 人類的安全 與國家的安全 還有人類發展 還有人權保障 都有概念上的重疊啦 那然而呢 人類安全獨特的著重之處 就是在於它的價值跟貢獻 那可是呢 人類安全最大的麻煩是在於 它的資料收集是有限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你要去收集人家那些生病的資料 是不行的 然後還有政治現實啊 就是說現在 國際上台灣是處於什麼位置 就是幾乎很多國際組織都不能參加的 那還有有限的資源啦 因為國家 像我們的那個病床 就只有1500 就是說能夠 那個減壓病床 就只有1200個 那現在能夠真正再拿出來用 只有三四百個 因為平時都在住人啊 平時都有在治人啊 所以因此就是說 如果突然間 量超過300多個人 那你想看 再加上那些護理師 護理人員 只要接觸過COVID-19的人 他都必須再隔離14天 那這樣子會造成 本來就已經不足的 醫療能力資源 然後又再更加的有限 更加減少 還有緊急行動需要 也就是說政府 我們有時候 給他一些權力 讓他能夠有一些緊急權力啦 好 所以因此呢 簡單說就是說 人類的安全的話 就是牽扯到了國家安全 人類發展 還有人類人權的保障 但是呢 他外環的話 就是又環扣了一個什麼 環扣政治現實啊 有限資源啊 資料蒐集 還有緊急需求等等 ok 好 那感謝各位的聆聽喔 謝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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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